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濫年財富FreeFreeFree 嗚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聰 嘿 來看一下 投資必修課 登登登登 00929 首檔月月配ETF 吾很大啦 幹勒 真的假啦 現在我會出手 以後沒有月月配ETF 會不會是最後一檔呢 這一檔ETF真的很熱門 多熱門 熱門到我們一定要討論他啦 是的 好不好 身為最熱門的財新節目 一定要討論 又熱門又歡樂又專業的財新節目是誰 是我們福利社 OK 讓我們來 請教三位最專業的分析師 有沒有 今天 有一位落跑 兩位 先兩位 先兩位 好 兩位也不錯啦 因為主持人者一位嘛 第一位 陳寬仁分析你好 老師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是換我來主獎啦 雖然旁邊坐的是 陳諺老師這麼專業的 但是今天是我來當獎師 謝謝 本來巴黎黎要來啦 就快看到陳諺 嚇跑了 一定要強烈碰他的肩 他就不舒服啦 對啊 對啊 你剛才講有三位 我覺得很可怕 你現在的月份 我一直在想說 那一位真的坐在這嗎 好恐怖喔 對 你不要亂Cue到時候畫面上 搞不好真的有三位啊 好累喔 我們說什麼小小鼠 來一下LINE 小小鼠DAR一恩 啪啪啪 第二位 謝承燃 古怪教授 是 今天小小鼠GP520 大家以為今天古怪教授 最後一位 以為他什麼樣 以為他今天講解嗎 沒有 因為929他有業配 有業配喔 違反節目的政策 對 你要業配去別的地方業配 對 所以 而且還是很感謝哲哲 就這麼寬宏大量 沒問題 我跟他溝通過以後 他把我揍了一對以後 我還是只能坐在這 你不用講 沒關係啊 你不用講嘛 你還是可以稍微講一下中立的一個想法 是 桃園的基隆的想法先不要講 新竹啊 台中啊 所以我們就找另外一個沒有業配的 來介紹一下 來 好 欸我發現Coco 居然腳指甲不錯喔 那個顏色 感覺 要不要拿出來給他看 欸怎麼還給人家拍的啊 這個節目不要變成什麼 練腳屁的這一種 欸你們這什麼 怪怪的 其實可以來一起來研究一下 已經被第二個誇獎了 不是 你為什麼把水泥漆給塗上去 這個奶茶色 你懂不懂 現在流行就是這種顏色 水泥漆是不是 好好來 你應該是去剛打完工過來了吧 沒有啦 對啊 沒有我去刷水泥刷一刷 你就順便刷一刷 欸還省下不少錢 你就用我的梗 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月配0929我們來看一下 來 先給我這張同影片 就是先幫 看下一個喔 來來來來 那個上一頁同影片先給我看一下 來這邊 這邊 整個後面這邊其實是一個問號 上面 上頁上頁 來這邊問號 往下這邊問號 我們今天會用一個客觀 忠實中立的角度來幫大家分析 00929 它的好 很客觀喔 對 有點缺點都給大家 它今天是正常的它喔 上個禮拜不是正常的它 巴黎英在一起不是它 來 來跟大家講 我今天站這邊就好 那可是你看月配我們那時候 我們福利社 這邊這邊你可以看一下之前的重播 自己點連結 我們打到自己的月配ETF投資組合對不對 對 而且未來搞不好有更多的選擇 我們那時候這樣講對不對 那時候是2022年就來囉 2022年3月22號 真的連結自己點喔好不好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說 以後有月配ETF 後來好多財經節目都效仿我們 哇打到自己月配ETF 也真的現在有一檔也不用打造了 我們那時候有沒有看到有什麼 什麼1月買這個 2月買這個 3月買這個 147 全部全部都買到了 等於三檔 三檔那個GG配的就變月月配了 是的 這ETF 哇去年的一個節目 結果不到一年 真的有人看我們福利社 真的打造這檔ETF了 那也好多財經節目 告訴你怎麼打造 自己的月月配 現在不必了 我們就一檔月配了 可是ETF呢 00929嘛 有好有壞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我先給大家這個 最新最新9月份的 受益人數跟它的市值的規模 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 而且很 我覺得蠻厲害的現象 就是當然毫無意外的 0056 它現在目前仍然是 規模市值最大的 現在有2180億元 可是快被幹掉了 是的 只是講到重點喔 你看喔 這是00878 國泰永續高股息 現在目前的資產規模 已經來到了2125億元 而且它是 這兩檔ETF他們成立的時間 0056已經15年 然後呢 00878 最近這幾年才剛成立的 它為什麼這麼快 原因就是因為 它有季配息 然後呢 現在逼得0056 不得不跟著季配息 慢啦 對 加上重點 而且它績效真的也不錯 今天還拜AI所持 今天還不錯 今天它甚至還挑到AI 變成標ETF 然後另外的話 它的受益人數已經突破了100萬人 超過0056 多了 0056吃老本 可是它最近減少了規模 減少兩三百億 聽說減少都跑去這邊來 對 是月月配 這邊的話是00929 因為它才剛成立 那大概接近不到三個月 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 是不到三個月就已經460億 會不會太誇張了 而且更誇張的是 它竟然喔 我們看一下這個460億元 它是月增258億 不要誇張 那一年下去就3000億啦 會不會這樣子 月配真的很吸睛耶 對我真的覺得 一月配是一件吸睛的事情 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比這個吸睛 然後也比這個00900919 還吸睛很多啦 好不好 所以00929一定要討論 好 來 那00929是誰呢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 富華台灣科技優息 那因為它是主打月月配息 然後呢它也是 同時是台灣目前第一檔 會不會是最後一檔 我們等一下繼續跟大家做討論 第一檔的月月配的ETF 那它從上市以來 只有花了89天的規模 就超過了500億 所以我問題 剛才不是400多億 怎麼現在說500億 因為我們今天錄影時間是9月8號 那到今天為止的話 已經突破500億了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是 9月1號的數字 所以它在這8天9天以來 繼續大幅的增加 這個數字是查過的 來 來我們看一下另外這邊 來的這個 這是上市在9月 6月9號 那它到500億的話是89天 到今天為止 規模110要花89天啊 只花了89天 因為這邊878花了589天 人家環遊世界可能100天 你環遊世界可能只要兩天就好 對然後0050的話是 花了1800多天 然後0056的話是花了4400多天 所以 929它真的 站穩了台灣人最心目中最喜歡的事情 就是月月配 然後呢另外一件事情的話 它有所謂的收益平準金 那我們待會跟大家做詳細說明 我們看下一項影片 老師 我有一個想法啦 月月配 現在ETF這麼熱門 然後高股息這麼熱門 難怪 難怪台灣股市不會跌 你看到投信法人每天都買 為什麼 你每天都要認購這些基金 那你每天認購基金 你還看衰台股 你不覺得矛盾嗎 是的 是不是怎麼跌啊 陳鑫老師對不對 你應該很多像基金經理人都快失業了 現在這個ETF的狂熱出現兩個現象 傳統基金的經營人快失業了 他從不活的話 你剛才講過了 他剛才有講這頭話 有啦 真的嗎 我很認真聽沒有啊 是是 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因為你ETF 你還是要募集資金 然後再進場買進 對 所以一定一直推升台股 這個沒有辦法 所以如果 你兩個我都講完了 都講過了是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啊第一個問題 你有真的聽到朋友快失業了嗎 還是怎樣還是說 基本上很多都已經 你現在唯一一個就是 你願意接受 去當ETF的經營人 但是一定會被降薪 所以他們現在變成一個人可能要被迫接好幾檔 對對對 又累 來又沒成就感 平常要幹嘛 對啊 平常也做不了什麼啊 對啊 也不能叫你這樣上通道 深蹲 深蹲 每天去深蹲 所以這樣很慘喔 而且這樣職學越越少 他們還卡住了喔 對 新的人也進不來啊 而且越努力 你績效越差 因為過度交易 不知道怎麼辦 對 壓力很大 所以你看這ETF吸機網 我們繼續看下去老師 謝謝 來 為什麼他能夠做到所謂的月配 那我們講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前面那一夜的時候 不是看到說他原本是 200多億 200多億結果突然跳到400多億 到現在目前500多億嗎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那到底在七八月配到的息 甚至九月配到的息 那如何配給十月十一月 持續增加的規模 那他在九月份八月份七月份的 這個配息的天數的話 其實你看他是七月份 光花了九天就填息了 然後呢八月份的話 也是花了一天就填息了 那問題是在這個九月十月之後 如何去因應這個這麼多的人 來去做一個申購 我懂了以前我還可以發老本 以前我還可以做一些鼓勵 可是現在我這麼多人來很明顯的 我只能把我 你身上的錢在榨乾 然後都拿給你而已啊 好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就回到所謂的ETF 他們現在有所謂的 平準金的這樣的機制 那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不只是00929有 因為其實878也有 878算是把它發陽光大的 所以現在到目前為止的話 大概有接近十檔左右 都有所謂的平準金的機制 好 老師先講這三個 鼓勵的來源啦 好 因為如果就所謂的ETF 他去做配息的話 他的鼓勵來源有 主要有三大塊 第一件事情的話當然是 鼓勵所得 那鼓勵所得的話是要配利息所得稅的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平準金 那平準金 我很老實說 我很務實說 他就是用新進來的資金 然後呢提撥一部分的資金 來當作所有的配息來源 有人會覺得是不是老鼠會 是不是 是不是我們待會跟大家做想像 就是用的本金來給你利息啦 好不好 對 那另外的話資本利益的話 也是不需要做課稅的 所以目前的配息來源的話 有這三大塊 資本利益比如說我一串嘛 我從40塊轉到80塊 我把它賣掉 對 那股價賺的錢來發股利 好不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下去 那我們來比一比說 這個0056 跟00878 跟00929 他們現在目前的一個 老大比一下啦 好不好 這00929 這0056 這00878 老大比一下誰贏 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說 規模 因為其實0056的成立時間 是在2007年 就到目前為止 已經經歷過多空頭的15年的歷史了 甚至它目前的規模是最大的 2200億 那往下看下去的話 也會發現說其實它現在目前的一個 成分股檔數的話 目前有49千 應該說50檔啦 那50檔的部分對比 來往右邊看過去 然後呢878的部分的話 來右邊有30檔 然後另外的話呢 00929的話 往上 你再看過去 右邊看一下 那因為其實如果就所謂的 持股檔數的話 就是一個分散的標準而已 沒有太大的一個 所謂的 比較性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我們把它縮小一點的看到的話 其實目前來說的話 0056跟00878 他們都是既配的 然後呢 剛剛說到的是00929 它是用一個月配的規模 那雖然看起來現在目前的規模 是在2000億 2000億水準的 這兩檔老大哥 可是目前看起來這個 500億的這個 00929真的有後來居上的一個氣勢 然後你要如果要管理費喔 比較低的就是00878 是 如果當時00878成立的時候的話 他本來就是要挑戰0056 所以對0056來說的話 其實他的管理費 00878是比較低的 這樣一個水準 我們現在 最漂亮的女生 有問題 因為巴尼走了 最漂亮的女生 恭喜你 龍燈女王寶座 謝謝 謝謝大家的愛戴 謝謝 謝謝 那很high 有什麼問題 你今天就high了 巴尼來的時候 你屁都不敢放一聲 他真的有放屁 不是啊 好 我以為他真的有放屁 嚇我一跳 那巴尼你有沒有覺得他來的時候 他講話好安靜喔 對啊 你為什麼 把焦點放在巴尼你身上 為什麼 他被他的氣場 對啊 兩個問題 我被鎮壓了 提一個 你的問題啊 你為什麼那麼客氣那時候 巴尼來的時候 你應該也跟我一樣很客氣嘛 因為光看那兩個子彈 大概就 覺得被威脅了 喔 難怪 他說都跟我講 他最喜歡看電影 就讓子彈飛一回 對 飛久一點 好 問題的問題 避免被比較 所以先安靜 你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 人家任戀期都有三個月 那這一檔的00929 他剛好就滿三個月了 那接下來 是不是我可以開始觀察他 是否能夠長期穩定的配息 持續一年 我才能夠放心的抱他 好 我認為Coco 遇到問得過你非常非常好 專業的問題 原因是因為 對 原因是因為確實 如果以00929 真的是帶來一個大的熱潮 可是如果你問我這個時間點 我要慢慢 我很老實說 我要繼續觀察他 觀察他 因為畢竟他就是一個 三個月的ETF 然後畢竟他真的沒有經歷過 像這個2007年跟2020年 所來的所謂的多空投 2020年有多空投啊 那時候8523點才是 三四月份的時候而已啊 對不對 那當然現在目前 月配的這個狀況的話 我們等一下細部跟大家做說明 所以請大家繼續往下聽下去 看看說 該不該去 買這檔ETF 紅色的 都是有那個 AI概念股 是我們來比較一下 那這三檔ETF的前十大的成分股的話 幫大家去做一個比較 那0056的話 目前還有廣達維創 音業達跟光寶客 這些相關的公司 然後往下一點點 還有華碩圍營 哇晚上 這0056 對這00878 好那00878的話 目前也是廣大 廣達維創華碩 光寶客 營業達 人寶的 難怪今年跡象那麼好啊 對 但我要跟大家做一個 比較提醒的說明 就是說目前 他們現在目前的持股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真的回歸到 過去的歷史來說的話 0056跟00878 其實曾經都有挑到所謂的景氣循環股 尤其是0056甚至還把當年的貨櫃三雄 像是什麼長榮也把它納進去過 然後呢當年的話 像是友達也被納進去過 所以那時候其實帶來一些 就是有一些討論的這樣的議題 所以才從30檔變成50檔 然後對 然後另外的話它也把它納入到平準金 然後另外的話它也把它變成是季配 所以調整過後之後的話 今年的這兩檔個股都變成是 這兩檔ETF 對這兩檔ETF的話 都變成是一個標股的ETF 那00929 但是他們也都會有所謂的持股的調整 所以或許到11月份的時候 那00875要重新再調整持股的時候 他可能會把這個這樣持股把它剃掉 原因是因為 他可能就沒有那樣的高股息了 欸你這樣講有可能不符合高股息了 哇你這把它剃掉全部賣掉 這個很恐怖欸 到時候會有漲比20%欸 欸老師這很恐怖 你這樣講我覺得很怕欸 欸12月幾的時候 所以11月的時候可能就要注意喔 對啊 欸你想想看喔 欸動輒20%嘛 0056是跟著負實指數嘛 也是差不多看多少億 2500億 2500億左右 我們看看規模 看規模 都2180億 所以這加起來要4300億 然後馬斯瓦 再放大 這起來重點了 你看4300億裡面佔比有沒有看到 佔比算一下 20%以上 20%再20啦 20啦 所以2千 4200 20啦 800多億欸 800億欸 而且那個賣壓會瞬間灌出來 對啊 他不是慢慢賣 對啊 他說一口氣碰一個 所以我們福利社領先提醒 先提醒了喔 這很深賣壓 因為如果用鼓勵來看的話 我來個巴逆你講一下 巴逆你講一下 叫他去買一下 不是啦 他要避開啦 幹嘛這樣 他買了就變真的是反指標啦 對 好啦好啦 希望不要這麼賣壓啦好不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從高股息來看喔 0056、00878是已經老舊了嘛 所以他有這些 他有這些以前是 殖利率高的現在變殖利率低的 你看老師00929現在都沒有了 好 因為代表偽創廣達 不符合他的高股息啊 不是應該是說 當時的00929 本來有把他列入到高股息 可是他因為他們在第一次 做成分股調整的時候 把他剃掉 所以那個 所以在00929 他並沒有拿到 這些相關的 像什麼廣達偽創這些 像標股的成分股 所以績效也沒有這麼好 應該說他們已經展完他的成立嘛 可是重點是很緊張 是代表說 00929本來成分股有偽創 有廣達 現在都沒有 會不會00929這樣的成分 就是以後0056 00878成分股呢 有可能想 因為我們剛剛特別跟大家說到 是0056跟00878 它是會有景氣循環股的 對 那00929它在訴求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它不要景氣循環股 不要 對 所以它在選股的標準的時候 它會想說 去年過三年的股息配帕的狀況如何 然後不要景氣循環股 然後才把它挑出來 所以到時候的00929 如果真的有所謂的成分股調整的時候 應該還是會跟878跟0056 有一些些相關的差異 好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重點 來 什麼是收益評準金啊 來介紹一下 收益評準金就是重點了 因為其實如果就我們剛剛前面所說到的 如果你00929這樣子 規模成立這麼樣快速 它如何拿到息去配給這麼多的投資人 卻沒有去做稀釋的問題 所以必須要有所謂的評準金 那評準金不是929所發明的 它是之前就有基金是這樣子的 那可是這件事情的話 已經到目前為止 有10檔的ETF都有評準金 那評準金的來源的話 就是老實說 就是新進來的投資人的本金 然後呢這樣的話 可以避免所謂的稀釋 原來投資人的股息的這樣一個效果 所以如果就 因為付不出來啊 你們臨時要這些要分享 那我只能拿你自己的錢啊對不對 好那我先說明一下 評準金如果以我來說這件事情的話 我是比較屬於中立的 看評準金的部分 因為畢竟還是需要 因為畢竟它還是能夠讓所謂的 配息是能夠比較屬於穩定的 這樣的過程 而且你看到00878 一有什麼 評準金以後 鼓勵都輸電增加 以前都沒有耶 對 那但是我要說一個但數 就是說評準金 不可以被隨便去做一個滑用 因為現在大家的ETF 在拚那個高值利率的 喊到8% 9% 10%的高值利率 的ETF就跑出來 對 所以這個問題的話 就引起了金管會的重視 金管會的重視 好 是 那評準金的好跟壞呢 好 那評準金的好壞的部分 我們跟大家說明一下 優點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說到的 至少可以保障所有的投資人 都可以領到利息 那而且可以穩定的 配出相對高 而且相對穩健的股息 因為它至少是一個 就是如果不夠的部分 拿評準金來自進去做一個提拨 讓大家就可以拿到 一個固定的配息 那另外的話呢 評準金的優點 我覺得應該算優點 你過來一點點喔 它不會被列入課稅 不會被列入所謂的利息所得稅 因為畢竟評準金 它就是本金的一部分來源 那當然如果 就所謂的缺點的部分的話 剛剛也跟大家說過的 因為 有如果 如果真的有 所謂的ETF 為了做行銷 為了要衝高殖利率 為了要 給大家好的這個條件的話 它有沒有可能去做 配發超額的評準金 那用左手換右手 那你新進來的人 你拿到的錢 你還是你自己的錢 所以要龐氏騙局 這就是 這就是之前新聞報的 比較大的叫龐氏騙局 不過當目前為止 對 對對對我認為是這樣的 那有評準金的這10檔ETF 我們看一下 大家自己看一下 自己截圖喔好不好 自己看一下 拉遠一點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評準金的話 你就找這10檔的ETF 就是比較穩定的 如果你不要的話 就避開這10檔 像我可能就不要啦 太多可能不要 如果考慮這一點啦 像約配到目前沒有穩定之前 我會考慮一下啦好不好 這是評準金的 可是評準金的 這個漏洞 這些漏洞 跟這些亂象 聽說主管金管有一些規範嘛 是 確實是喔 因為如果就這幾天來說的話 這邊算一喔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其實金管會 其實有收到一些檢舉人的檢舉 那因為 亂象一的話 那到底 所謂的高股息的配息的來源 到底是誰 你需要寫清楚啦 對你到底是股息呢 你還是評準金呢 到目前為止的話 並沒有一個規範 是需要去做一個公開公告的喔 所以目前的一個金管會 他們有這個所謂的 修正的方向 或者是說所謂的監管的方向的話 就會希望讓這些相關的ETF 都去做到公告 是你說沒有公告 可是這個00929有公告一些 應該是說 其實00929跟00878 他們是在 就是新聞媒體說 他們都在配高額的評準金的時候 他就提出來說 沒有 我沒有做這件事情 所以 00929的14%這件事情的話 是發生在6月 因為他那時候 6月就是主動公告 告訴投資人說 沒有 我只有配14%的評準金 甚至在878這個部分的話 他在8月份的時候 也是主動公告說 沒有 我在這次配發的話 零評準金 哇 真好 難怪00878要贏0056 可是00929 評準金太高了吧 40%這麼高 但是因為其實他真的是 成立時間比較少 然後他有那種 比較屬於大規模的 就是新的 新的投資人進來 所以他不得不配 所以老師我來說的嗎 現在發的感覺 發的10萬塊裡面 有4萬塊是自己錢 現在沒什麼意思啊 所以現在目前的話 因為我們有特別特別去跟 929的就是 受益人去拿到通知單裡面 真的有他的7月 7月19號的這一次的話 評準金佔比是40% 然後呢 8月份的這一次的話 是43% 那9月份的這一次的話 不好意思我們還沒拿到數字 但是如果有的時候 我們可能額外再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如果真的回歸到 所謂的929這件事情的話 他真的拿了 大概有40%的評準金 變高 對 我老實說是偏高的 可是真的就是他問題就是說 他真的規模發展太快了 太快 這太快沒問題 太快他又要求越來越配 對 自己要求越來越配 這個他自己自己 自己的問題 亂象二呢 有一些人說什麼 亂象二的部分的話 不課稅 對因為所謂的免課稅這件事情的話 你必須要精準的說出來 說 股息到底是要不要課稅 其實股息是要課稅的 剛才講到三個來源啦 只有這個來源是 評準金是自己的本金 當然不用課稅 所以如果你拿到的這個 如果是鼓勵的話 對如果你拿到這個股息的時候的話 你還是要把它切開來看 對 就是屬於股息的那一塊 是要課稅的 對 那屬於評準金的這一塊的話 是不用課稅的 並不是所謂的免課稅 這麼樣的籠統去把它說明 是 是股息要課稅 可是資本利得價差的部分不用課 是然後評準金也不用 所以來看一下 來左邊 這邊有沒有這三個地方對不對 這邊打個勾 這個沒關係我們直接講 評準金不課稅 不用 股利要課稅 對 資本利 資本利得 或是資本利得這一塊 資本利得這一塊 這一塊 要怎樣 不用課稅 因為台灣沒有證所稅 是我們總共總結論好不好 好 那我們繼續往結論往下走下去的話 因為其實如果就現在目前的一個 金管會的態度 我認為是好的 因為原本當時評準金設立的目的 本來就是為了要穩定投資人的配息 那但是呢 目前為止的話 就是 ETF們他們都在做 就是 所謂的評準金量機制 那萬一如果真的有所謂的比較 為了誇大他們的績效 或者誇大行銷 去做一個過 超額配 你覺得主管機關會設定 評準金的一個趴數對不對 他的評準金應該會有一些相關的規範 規範嘛 比如說40%就不行了 會不會 或者是說他們會不會要求說 先配息 然後再配評準金 或者是說規範一個評準金 到底能夠多少 這個我覺得都是 都是演繹的方向 那因為這件事情的話就可以 防止說 我都已經投進來了 你還把我的 本金把它配給我自己 那就代表ETF也不是評準金 因為主管機關有在管理的是不是 因為其實如果 其實就目前為止的話 我真的不認為 所謂的ETF是評準金 因為他真的就是 原本就是所謂的 配息給你 然後額外的話 有配一些評準金給你 那有一些新聞媒體 真的把它寫到這麼誇大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 是沒有必要的 沒有必要 因為他還是有60%是從 正常的管道 從股價那邊來做一個變化 是 好不好 我鼓勵 那但是呢 我也非常非常贊成就是這個 金管會要加強監管的制度 因為讓ETF是可以更健康更穩定 好 陳先生老師簡單說 約配 基本上 我覺得如果你要參與 配息的這種 ETF 我都不建議在一開始的時候參與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他規模成長很大的時候 坦白講 平准金嗎 平准金 但如果你像878這種已經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 為什麼他零平准金 因為 參與的人數還在簽少 所以那些你就自己分啊 真的像去強盈堂 我們五個人 我幹掉一個 我們四個人分啊 對不對 對分的也比較多 對不對 老師可是你不是業配 00929嗎 欸欸欸欸欸 他真老實欸 業配丟了啦 欸欸欸 為了我們通告費 還罵00929 成人老師我就喜歡他這店 社系老師告訴我們這結論 欸你第一次看到業配的來罵人家 對啊 檢舉檢舉 你跟00929很檢舉 說是陳業老師 業配 所以 00929你知道你要怎麼做嗎 知道了 知道了嗎 再給他更多錢 他就會跟你說好話 要給陳業老師多一點錢 所以你看我們都不業配ETF 你看 陳業老師在別的地方業配00929 講他好話 來這邊 告訴他真心話 晚一點點 晚一點點再買 所以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八點剩下 一到五解凡影片 二次教學影片 最喜歡這塊 謝謝光臨 風狂股市福利社 讓點財富 Woo 大局大力多 哇 這個很重要啊 拍生意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益凱老師 看歌 然後是歌神 邀請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之期 走 風狂股市福利社 今天告訴你 大家 二月一周 創刀五 想先到 開始想打 哇 哇 你嘴巴 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殺死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幾句話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暗幾率 常會趨勢賣動 喔 I know 看空 春夏秋冬 我又跟你左右 賣酒本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之期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打動 最最高 殺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大眾會上大陸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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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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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age Free US 薅 我們 來 連 先 prends